在台式新闻看世界呢 带您看到的是 美国发生了战机坠机的意外 一架F-18战机起飞之后呢 机械故障 在维吉尼亚州失控 撞上了民宅引发大火 总共有6栋公寓遭到波及 严重受损 造成7个人受伤 而住宅区里头呢 还有6个人是下落不明 索性目前为止 还没有传出人员死亡的消息 美国海军的F-18